首飾 首飾就是除了衣服以外 更一層的延伸 所以其實我覺得 首飾某個程度上可以看出這個人 對於他生活餘裕的空間 對於他那個生活整個美好程度的掌握度 是更高的人 就是一個個人風格的展現 某一個程度上 像我們用天然的食材 或者說天然的寶石 這東西它就 會讓消費者直接的感受到說 它就是寶石 它就是主堡 再來的話就是我們引進 就是英國那個K合金材質 這個材質目前 台灣也是沒有人在使用 就用天然寶石 然後還有這個K合金的材質 去創造出這種 可以常帶的 然後具有價值性 然後也具有保存 可以長期保存這種 特性的主堡 所以我把它定義成為親主堡 那也希望這樣子 配戴飾品和購買飾品的這種 消費型態 能夠漸漸地培養起來 這樣子進一步的話 台灣的主堡消費市場 才有可能 真正地進步到說 大家願意去花錢買設計主堡 給大家看 你說的 你結束之鬼 嘅 你 嘅 嘅 你 欲